在運動賽事上 原住民及選手表現都相當優秀 在國內外的比賽 也都有不錯成績 全國許多縣市 都有設置相關體育條例 及獎勵辦法 來鼓勵運動員參加各類比賽 而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即將到來 臺北市議員李芳如 發現臺北市政府 並沒有將全國原住民運動會 納入基優體育選手 及教練的獎勵辦法 多次在議會質詢 來為臺北市的原住民 及選手與教練爭取福利 臺北市原住民及運動選手 也相當多 經過議會審議 一百零一年七月 終於通過並修法執行 將全國原住民運動會 納入基優體育選手 及教練的獎勵辦法 全國原住民運動會 有非常多的基優的原住民運動選手 代表國家去出賽 那在這個競賽裡面 其實事實上也應該要給予 相當的支持跟鼓勵 所以我們在前年 我們就進行修法 讓所有代表臺北市 去參加全國原住民運動會 的教練和選手 都可以獲得一樣的鼓勵 原本依照台北市原民會的補助 運動員個人賽第一名 只能領取兩萬元的獎勵金 團體第一名也只有五萬元 不過納入基優體育選手 及教練的獎勵辦法後 運動員個人賽事第一名 就能夠獲得十八萬 團體第一名 每個團員則有九萬的獎勵金 讓臺北市原住民旗選手及教練 獲得了更多的支持與鼓勵 接著我們把臺北市採訪不到 什麽 我現在就看到 我現在就要 能夾了 我大概一位 我大概是 我大概當時 不斷 我們就能在那邊